A.M. What's News 今天講的題目是有些拿來衰的 這些叫自殺式題目 講的是韓劇《男朋友》 《男朋友》是TVN最新的劇目 有百分之十的最高收視 在這台開台以來的第二高 這套戲是由朴寶劍和宋慧喬主演 女的是37歲 男的是25歲 絕對沒有年齡其事 只不過講給大家知道 其實這種女長男幼的愛情劇集 或者這些創作題材 漸漸都講為大家接受 但其實我今天想跟大家再分享多些的 就是所謂的韓式小鮮肉文化 為何這麼有興趣跟大家講呢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尤其是我們七十後的港佬 我們小時候看的所謂英俊 我最記得第一個印象是鄭小秋 書劍恩仇綠 以天堂龍記 然後因為看TV看得太多中了毒 以為劉德華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當然我覺得他很有型 但是否真是最美的那個呢 很難說 所謂的五虎 然後再出現的就是 譬如劉青雲 吳鎮宇等等 及後再有的就是 譬如我想說近年的 譬如古天樂 吳燕祖 謝亭峰 這都是大家以前會覺得是有型 是英俊的 不過我發覺近年 即是自從韓劇大行其道之後 大家對於英俊的定義是不同了 譬如李敏告 持槍玉 這一類型 朴寶劍 宋仲基 他們所謂的英俊 其實跟我們以前所謂的 所謂的男士那種粗礦美 是完全是一個大的倒轉 他們通常都是比較瘦 雖然我知道宋仲基 他拍太陽的後裔的時候 就粗到有些肌肉 但他們普遍都是比較瘦 臉要夠長 還要唇紅之餘 一定要牙齒夠白正 而且還要有一種若不耕風的感覺 你問我這種所謂的美 或者男子之美 是否就是我以前接觸的那種呢 這當然絕對不是 但為何現在的整個亞洲女士 又會這麼受落這種新的男士之美呢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沒有做到一些很有系統的 survey 不過我問過很多新美的朋友 他們究竟怎樣看這種韓式小鮮肉的美呢 原來他們分析到幾點呢 我都覺得幾有趣可以和大家講一下 第一他們覺得看這種韓式小鮮肉 其實是有一種能夠超脫現實生活的感覺 就是說他們在現實生活裏面 其實遇到的男同事或者男性朋友 都很少是好像這些韓式小鮮肉 這樣的形態或者這樣的所謂談吐 舉止這樣的模式 還要每次看你都要很形神貫注 去不斷看著你 但是不說話那種態度 他們就覺得殺死人了 另外他們也覺得這種韓式小鮮肉 其實很大程度也是一種女性美在裏面 這種女性美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些韓式小鮮肉 他們覺得樣貌都有幾分像女仔 所以他們都覺得他們真的漂亮得非常親切 讓他們陶醉地說 再說其實他們都覺得這些韓式小鮮肉 是有一種需要保護的感覺 這件事我最初都不太明白 但我想一下太陽的後裔 宋仲基配宋偉喬 又是女長男友 我剛剛說出男朋友也一樣 薄寶劍都小過宋偉喬12年 那是否就是這種男女關係 是令到很多我身邊的女性觀眾 那些朋友他們都會把這個所謂的 需要保護這些韓式小鮮肉的這種心態 就化成對他們的一種所謂外務之情呢 我以上所說的可能全部 都不是大家喜歡看韓式小鮮肉的原因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們以前看的所謂有型帥仔 都是要比較粗獷要黑一點大隻 這樣的話其實和現在我們去審美 這種韓式小鮮肉就真的有很大的落差了 再說我其實也都覺得這種韓式小鮮肉 對於很多香港近年大家所謂喜歡做運動 喜歡健身的那種Fitness文化 是有很大的衝擊的 因為那些大大隻的身形 原來已經再不是女士傾務的對象了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裏 我想都要停了 因為如果不是講得越多 大家罵得越厲害 好了下次和大家再談過了 拜拜 拜託